这个故事的主角是美国有一位心理分析学家, 他听人家说他参禅很好, 他闭关对生命很勇用, 于是他就请了个朋友介绍,去哪里好呢? 他们说,你不如去阳光, 那里有一个修道院很正,你去就对你了, 他乘飞机山长水远去到, 他一看那个地方会是怎样的呢? 他想像应该这个修道院在山上有个地方, 在森林里面,那里里面有一条小溪水, 就有很多很漂亮的花, 很多很特别的小雀,动物, 于是他就下了机, 看一个地址,在市中心一个街市里面? 不是吧? 那怎样都好,来了,就去搭的士, 搭的士就去到,哇,真是个街市来的, 骚髒到难以想像, 你想像不到是骚髒成这样的, 又臭又湿,怎算好呢? 哇,来这里,他预设了三个礼拜, 那怎算了? 阳江这个城市, 已经是全亚洲其中一个最骚髒的地方, 去到那里,还是街市特别骚髒, 还没有,那一的士停了, 他下车就问修道远怎样走的, 他说这儿就修道远了, 蛤,他整个人,不知怎样算了, 搞得很突然,哎哟,快走,走啊走啊走啊, 这么吵的地方,人们这么骚髒,这么乱, 不过这样,他又不能走啊,为何呢? 没有飞机啊,飞机要三日后才会 作用一班机飞回去美国,那怎样呢? 于是他就说,好啦,三日啦, 在那蹲三日啦,至少见师傅啦, 他进了修道远就更加傻了, 因为他想像之人当然坐在那儿打坐, 不是啊,那些和尚在那儿走来走去, 他们用步行的方式做证心, 不停走来走去, 几十个狗走来走在那儿打架, 在那儿打架,在那儿打架, 在那儿打架,在那儿打架, 在那儿打架, 就几百只乌鸦, 就停在修道远的树上, 吵得不得了,你知乌鸦多吵的, 总之只有个乱字咯, 他说,哇,我再留在那儿, 实是很快瘋了, 不过他说他没办法, 要在那儿蹲三日, 他说,好啦, 我就试试在那儿等三日啦, 结果呢,说你都不信呢, 这位心理反译学家, 住了三个礼拜, 他出关后, 就写一封信给他介绍他来的朋友, 他说,哈,喂,老友, 你真是没介绍错, 因为我留下了,过了一个礼拜, 我开始感觉到那家事不存在, 过了两个礼拜, 那些狗吵犬巴闭, 那些乌鸦在那儿喊喊, 我觉得无关仗义, 到了第三个礼拜, 我就好像在深山最靓的雪山上, 一个人很静在那儿这样, 这故事教识我们什么呢, 长哥就明白到, 其实外面几干扰你都好, 其实干扰不了你的, 它正于你的态度而已, 但是,如果你认为那些是干扰, 那些是干扰, 如果你接受了它, 那便不是干扰, 在那麽吵,那麽乱, 那麽骯髒的情况下, 你一样可以感受内心很静, 你的思想很清晰, 这一个对比, 外面那麽吵, 里面那麽静, 对你的修行很有用的, 整天都说, 景有深深, 外面就还外面, 你里面的风景是由自己决定的, 你懂得去决定, 那你已经得到, 恭喜你, 拜拜